那是黄酒 后劲很大 说让你少喝点 那是考验女婿的酒量 我敢不喝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黄酒 后劲很大 说让你少喝点 那是考验女婿的酒量 我敢不喝吗 我敢不喝酒 我们过去看看 好 小心这小伙子 酒量还不错 都怪你 解释不清楚了 急着吧 等会儿配合我一下 人呢 这俩孩子 不知道啊 叔叔阿姨回来了 那个 丛容她有点不舒服 然后扶她进来休息 不是 你那酒有问题吧 我看看 我那酒有什么问题啊 上去 你没事吧 我有点头疼 这怎么红了一大片啊 是不是过敏了 对对对对 好像是 对对对 过敏了 那我给你倒点水啊 你那酒啊 就是得少喝 酒 酒 我那酒有什么问题 酒 爸 没事啊 我跟温少卿出去走走 是 好 好 好 酒 好的 我们所带领你的案子 怎么样 好啊 好啊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我们马上就是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了 你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心 不要让我违反我的职业操守 这么麻烦 那案子过后就没问题了吧 过后 过后就更不一定了 什么意思 当事人 当事人 当事是人 过时可能就不一定把他当个人了 好 那法律真的规定 律师不能跟当事人谈恋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六章第六十条规定 利用提供法律服务之便 与当事人发生不正当关系的 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者 停止职业三个月 这样吗 嗯 好 丛大律师 刚才那条法律法规 是你自己编的吧 欺负不知群众是不是 对啊 就是欺负你不懂法 嗯 兄弟 刚跟院领导开完会 你得空给我回个电话吧 我再给你盛一碗吧 我家还有呢 你等我一下 我一下 兄弟啊 对不起啊 没想到把你给牵连了 你说这本来就是我的病人 你说什么呢 我也不是为你才动手的 严准说让你回头来趟医院 具体情况他跟你细说 知道了 那 那会上提我复制的事了吗 没说 暂时先解决眼下的问题 好 我知道了 怎么啦 这么差啊 一下也等不起啊 我明天就去律所协调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有事了 好 不